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原标题,俄前间谍女儿已经出院,家人怀疑,其被人操纵尤利亚海外网。 4月10日电,在3月初经历中毒风波后,前额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的女儿尤利亚被爆已经出院。 据英国BBC网站报道,33岁的尤利亚,是在9日离开医院的,她已被送往一个安全的地方。 其父亲谢尔盖斯克里帕尔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,不过情况也正迅速好转。 据悉,英国警方在4月初发表声明,称尤利亚已经苏醒,但斯克里帕尔的侄女维多利亚却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 据今日俄网站报道,在尤利亚恢复意识后,身处俄罗斯的维多利亚曾与她进行过短暂的电话交谈,并且发现了一些怪异的地方。 她认为,尤利亚与自己的谈话内容,受到了某些人的提示和指导。 维多利亚回忆称,我的堂妹说,没有人会给你前往英国的签证,你知道现在这里的情况是什么样的,我们稍后会弄明白,这明显不是她通常的说话方式。 维多利亚还表示,我从电话里听到有人说你可以说话了,因此尤利亚明显在受某人摆布,而正是那个人替她拨了我的电话号码。 尤利亚记不住我九位数的手机号,她过去都是打我家里的电话,但是这一次,出于某些原因,她拨通的是我的手机号码。 3月4日,前额英双重间谍斯克里帕尔,及其女儿尤利亚,在英国索尔兹伯里被发现失去意识,据英国政府消息,导致斯克里帕尔妇女中毒的是诺维乔克类神经毒剂,英国指责俄罗斯与此事有关,俄罗斯对此坚决否认,还外网张尼。